Hello,我是Sara 这周第二个作业是Dancing with Teddy 所以我们可以牵着小朋友的手 带他们晃一晃 Dancing with Teddy Dancing with Teddy Dancing and dancing with my teddy bear 但转圈圈 Turning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Reaching high to the sky And slowly coming down Dancing with Teddy Dancing with Teddy Dancing and dancing with my teddy bear 但如果家里的小朋友 他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牵着他们的手就好 但在转圈圈的地方 可以像是书里面第35、34页的书一样 他们可以自己拿着一个玩偶 跟着玩偶跳舞 然后把玩偶举起来 然后Slowly coming down 或者是爸爸或妈妈 可以在Slowly coming down的地方 可以跟他们一起跳 然后一起跳下来 可以比比看谁跳得最高 所以有两种大小朋友 大不下小朋友 大小朋友有两种方式 然后小小朋友就要靠妈妈或爸爸 这样子扶着他们 然后跑不去高高 再放下来 拜拜 这首歌的另外一项作业呢 就是要打开这一页 它有很多的图 然后呢 爸爸跟妈妈可以把音乐放下去 然后让他们拿出不同颜色的色笔 边听边画 这时候爸爸或妈妈可以在旁边 把它唱成 小熊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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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小熊或是窗户 窗户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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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窗户